Paranarogis 我是阿玉废陀一是July 在今天影片中我要带着你快速的搞懂阿玉废陀食料的基本概念 我们说阿玉废陀的食料啊 很重视的是三个基本的概念 第一个是吃的时机 什么时候吃这个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是你吃的什么东西 吃的内容 第三个是你吃的量 所以如果你想透过阿玉废陀的食料来帮你做养生的话 第一件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感受自己的饥饿感 了解你什么时候会肚子饿 这个肚子饿不是你看时钟觉得 时间到了我要吃饭的那种肚子饿 这个肚子饿是真的是从肚子里面饿出来 从身体里面发出来对于食物的那个渴望 你看到食物会好开心 我终于要吃它的这种渴望度 所以如果你愿意做这个练习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当下开始 记录下每一天你觉得肚子饿的时间 渐渐的你可以将它画出三个区块 这三个区块就会是你一天当中应该要进食 应该要吃三餐的时间 在你找出了你应该要吃饭的时间之后 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能够养成规律性 在阿玉废陀的养生概念当中我们相信 我们人的生活作息与我们身体体内各个不同功能性能量 以及不同能量的运行息息相关 所以如果我们体内的能量的运行 与外在世界日月的能量运行相关的话 日出而作日落而行就会是一件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平常的用餐时间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维持在同一个时间点上面的话 你可以给自己大概半个小时到48分钟的一个弹性空间 所以你每一次的早餐 比方说如果你平常都是七点钟吃早餐 七点会肚子饿的话 你可以将它控制在六点四十五分到七点半的这个区间 当你的身体养成这个规律性之后 你的消化代谢力也会有规律性 那么你吃下去的东西就能够被你完整的消化吸收跟代谢掉 所以阿玉废陀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体 所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养分 所需要的能量应该是来自于我们所摄取的食物 所以当你的消化力是正常发挥的时候 你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补充品 你也可以维持身心的平衡与健康 所以第二个我们说吃的内容 既然我们现在知道吃的时间很重要 那么我们应该要吃什么东西呢 在阿玉废陀的概念当中我们说 了解你现在这个当下的失衡 了解你现在这个当下消化力的状况 进而去选择你要吃的内容 你要吃的内容 它跟它的构成的五元素相关 跟它的口味相关 这些我之后都会拍影片 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做辨别 所以在现在先不用太担心 总之就是了解你什么时候 饿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观察你 在那个当下你的饿的饥饿的程度有多少 有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些饿 有的时候非常的饿 所以了解你饥饿的程度 会帮助你更好掌握 你今天应该要吃什么 已经吃的量 再来我们说吃的内容很重要的一点是 尽量吃圆形的食物 代表就是它没有过度的加工 尽量吃当季的食物 尽量吃当地所产的食物 还有就是尽量多样化一些 因为我刚刚有提过 在阿玉废陀的概念当中 我们不太讲求食材的营养素 我们讲求的是食材的五元素 所以当你的食材越多样化的话 你就能够吃到越全面性的五元素 那接下来我们说阿玉废陀食疗的 第三大概念就是吃的量 我们说吃的量很重要 因为如果说你吃的东西很好消化 可是你的量过多 你同样会造成消化不良 因此先了解你这个当下有多饿 然后就考虑你在下一餐之前 身跟心的活动量多大 你就能够去规划出 慢慢慢慢去规划出 适合自己的用餐量 如果到目前为止的内容 你觉得对你是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按个赞 这样YouTube就会将这一段影片 推荐给更多的人 帮助更多人 谢谢 阿玉废陀相信我们所需要的 各个不同的五个元素 各个不同的滋养身体 各个不同组织 平衡你身跟心失衡的东西 基本上是应该要从你的食物当中取得 阿玉废陀的概念当中 我们相信我们是我们所消化的东西 阿玉废陀相信我们今天所吃进去的东西 每五到七天会生成我们身体的 不同的细胞跟组织 今天吃进去的东西到大概49天之后 会成为你身体的身心免疫力 除了你的生活方式 你的年纪 你的性别 你所居住的环境 还有你的生活内容 以及先天体质 都是我们所考量的点 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存在 食疗的细节都应该是要客制化来设计的 不过依然有些大原则可以遵守 在我以后的影片当中 我会为大家一一做介绍 此外阿玉废陀的食疗很讲究美味这件事情 阿玉废陀的食疗更讲究五感所接收到的美味的讯息 这道菜它的颜色搭配 这道菜它的香味的搭配 这道菜在我们嘴中咀嚼时所听到的声音 以及这道菜的口味 我们相信一道料理是透过五感来感受它 因为追究到底 一道料理它不管有多好的疗效 如果它很难吃无法下咽的话 它的疗效是没有办法发挥功用的 阿玉废陀相信食疗的料理要好吃 食材要好吃 可是药材要有用 所以在阿玉废陀的传统来说 我们不会刻意的将药材以及食材并在一起使用 我们相信每种药材要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 会有不同的加工的手续 这些我会在日后的影片介绍给大家 而食材因为要好吃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搭配上会更重视它的口味 而不是以它的效能 以它的效用为优先考量 此外阿玉废陀的食疗认为 药材不需要入菜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相信每种食材 都有它不同的能量属性 因为它不同的能量属性 不同的元素 不同的口味 所以可以带来不同的疗效 对于食用者来说 它可以是增进你的消化力 可以是滋补你的身心 你的身心的细胞跟组织 可以是平衡安稳你的心 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讲座内容 对你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会一一的答复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Namaste 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